柯文哲登记参选总统 谈论蓝白河表示 老百姓不支持密室政治 日韩领袖高峰会 岸田对韩国人 在日本殖民时期的苦难 感到痛心 美国德州发生 九死枪击命案之后 又有汽车冲撞行人 至少七人丧命 新闻全程话 带您看世界 我是黄明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今天到党中央 正式登记参选总统 这是否代表 所谓的蓝白河 已经宣告破局 柯文哲表示 老百姓并不支持 密室政治分配权力 而目前国内各大政党 民进党已经确定 由赖清德参选 只剩下国民党的人选 还没有揭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表示会向天下争财 国民党主席朱玉伦 则持续喊话团结合作 不放弃蓝白河可能性 只是现在蓝颖人选未定 对于柯文哲参选 新北市长露宇 则表示尊重 即是争取国民党提名的郭台铭 八号白天走访传统产业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志晚间 则邀请蓝尾参序 外界解读这是挺郭派的聚餐 不过郭台铭七号晚间 指控总统参议文 曾经派代表要求他 不能购买BNT 遭到总统府深夜驳斥 并且这次还原疫苗采购时序 要郭台铭不要再进行政治操作 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副总统赖清德 则回到台南出席八天羽衣 追思纪念会 引用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来表达和平需要靠力量 力量需要团结 希望台日增强合作 共同守护区域和平 记者综合报道 据上为您报道 美国民主党籍的一位众议员 莫顿日前在一场智库研讨会上 语出惊人 他表示为了威吓中国 必须要让对方了解 如果入侵台湾 美国就会炸掉台积电 这不是第一次传出这样的说法 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表示 国军不可能容许这种情况 美国中议员莫顿日前提出 中国清台美方要炸毁台积电的说法 国防部表态绝不容许 现在传出美国拜登政府 尼比照对乌克兰军援动用总统 拨款权 提供台湾五亿美元规模的军备 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 五亿美元不是军购案 主要针对美方军售延宕持交的项目 优先弥补给台湾 至于时间点要美方公告 两岸情势严峻 邱国正曾在背询职言 两年前若是B级 现在已升至B plus等级 国军没有松懈空间 但军人涉入共谍案评传 还签效忠中共试约书 传出法务部跟国安单位 研议 在国家安全法增列 对一般民众投共相关行为的刑事处罚 冯世宽对全国老百姓有信心 邱国正虽不做评论 但强调军人特别敏感 不容有投共行为 至于是否支持恢复军事审判 邱国正表示 军方不能说乐见其成 司法审判跟军事审判 各有优缺点 需经各方讨论 不能一刀切 记者欧容庄志诚台北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星期天在首尔 跟南韩总统尹席月会谈 岸田在双方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对韩国人民在日本殖民时期 受到的苦难感到痛心 尹席月则主张摆脱旧日恩怨 迈向未来的密切合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南韩第一站 是前往首尔市铜雀区的 国立首尔选中院 向韩国殉国先烈献花焚香致意 这也是继2011年10月 野田家宴之后 日本现任首相时隔12年 再度造访 当天他与南韩总统尹席月 举行峰会 提到日本过去对韩国殖民的过往 不过在会谈场外 有视为民众仍耿耿于怀 认为日本应该为非法占领 朝鲜半岛道歉 并反对两国强化军事合作 两人也针对福岛和 废水排放对话 南韩对日本政府决定 今年起将福岛第一核电厂 废水稀释后排入大海 表示反对跟遗憾 两国领导人会谈后 同一派专家赴日视察 福岛的消防疫情 福岛オ氯水支某 要发展 韩国専学人的 现场 采拐 ребята 发展 优优优独播剧 背景 基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宣布 平壤当局已是不可逆转的成为核武国家之后 日本南韩持续加强军事合作 包括美日韩三方联合军演 日本是今年G7轮值主席国 岸田已邀请尹徐悦参加十九到二十一号的领袖峰会 进行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 公事新闻黄远玲编译 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最近大打外交牌 包括了闪电造访乌克兰 改善日韩关系等动作 明显让他的民调是谷底翻身 不过同样是促进日韩外交 南韩总统尹徐悦在国内得到的评价 好像是完全相反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现在请住在南韩的公事 国际记者杨前豪 来为大家快速分析 好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多数南韩民众认为 日本政府对慰安妇 还有强制征用工 这些历史争议都在刻意回避 我们为各位整理出 南韩民调公司 美洲所实施的总统施政民调 尹总统在今年三月中访日之后 支持度就出现了下滑 反而是四月底访美之后 支持度终于止跌回升 所以可以看到南韩对于美国 和对日本社会上的观感 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 由盖洛普公司所做的民调结果 当受访者被问到 认为尹总统哪个领域做得最好 多数的人都选择外交 而且远远高过其他领域 但是被问到哪个领域做得最差 一样多数的人还是选择外交 也就是说尹总统现在正推动的外交走向 正反评价呈现五五波 目前看起来背后代表的可能是多数人 支持强化与美国同盟的同时 却不赞同对日本让步 这个很有趣 成也外交 败也外交 好像主要是跟这个日本互动的时候 有一些南韩民众觉得 尹熙悦的态度好像太软了 但是就算不受南韩民众欢迎 跟日本改善关系 也是尹熙悦非走不可的路吗 好 其实就尹熙悦总统的立场 应该会认为 日韩关系如果能够回归正常 往后要强化 美日韩同盟一定能够更为顺利 不会再有摩擦 所以目前看起来 他是不惜一切代价 要推动日韩和解 其实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拼外交可以让领袖 迅速的吸引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而且能够大幅掩盖掉 国内施政不利 或者是民生经济混沌的问题 通常都能够让领袖的声望 在短时间内大幅攀升 像过往普景惠总统 访问中国 访问美国 还有文在寅总统 和北韩领袖金正恩 还有美国总统川普见面 都有很大的效果 那领总统也想要从外交来着手 可是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 我刚刚提到 特别是对日关系 很多南韩民众并不买单 往后在野的进步派 势必又会对此穷追猛打 攻击领袖总统 比如说对日本 过于让步 委屈求全 刚好现在南韩的在野党 在国会又占多数 在领袖总统成功的巩固 美日韩同盟合作的同时 国内的政治对立 势必会因此而更为激烈 好 非常谢谢这个 前好的分析 台湾今天也有跟日本相关的新闻 先前日本草莓多次被验出 农药残留 而在日方要求之下 食药署目前正在研议 要放宽检验标准 国内农民就批评政府双标 也担心如果真的放宽标准 反而会害到国产草莓 许多台湾民众都爱吃的 日本草莓被验出多次农药残留 违规 日本交流协会 因此要求开放农药 福尼安和克凡派 传出食药署 正在研议放宽检验标准 最快两周内就会预告草案 国人注重的食安防线 是不是会退缩一步 因为这两支农药残留非常的久 所以我们台湾农民也不会用 法律规定也不允许用 台湾的政府要放宽这两支农药 让我感觉到很讶异 变得有两套标准 那日本的农民可以用这个 有毒的一个农药 那台湾的农民 这真的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一颗颗看起来 先红又可口的大湖草莓 都是大湖草莓农民采用友善栽培 并且强调严守农药残留标准 结果农民亚议食药署替日本草莓解套 明明都是草莓却有两套标准 苗栗当地立委也几乎食药署 不应该屈服政治压力 呼应食药署悬崖烟热马 马上停止准以准用 草莓农指出 克凡派是中等毒性杀虫剂 如果日本草莓可以使用 两款国内草莓禁用的农药 未来可能会因为消费者 分不清日本与国产草莓的差异 让国产草莓遭受无望之灾 对此石药署表示 正在眼里相关回应 结稿前尚未说明 记者朱峰之无奇称台北报道 接上告诉您国内四月份的出口金额 持续下滑 根据财政部统计 总金额是359.6亿美元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衰退幅度达到13.3% 也是连续八个月负成长 财政部表示四月份出口金额 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大约55亿美元 主要是外销主力 机体电路需求偏弱 再加上速化金属等产品 买气依旧低迷 出口持续萎缩 据外部因素 因为通膨压力仍在 各国央行持续货币紧缩 而且恶务战争还在打 再加上美中科技争端越演越烈 预测下半年的出口金额 恐怕也不太乐观 再来关心新宇航空周末 发生一连串的搬机延误事件 甚至让大批旅客 就睡在日本机场 新宇董事长张国伟 紧急搭乘红眼搬机前往日本 又亲自把飞机开回台湾 还向媒体透露自己一夜没睡 结果现在也变成了民航局 要调查的对象 为了解决新宇航空 东京飞台北航班误点状况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七号 第一时间带及时飞日本 再亲自将飞机开回台湾 力拼挽救形象 却因为这段话引起外界关注 你看我也没办法 我也要自己亲自 首先到现在我都没睡觉 从三点开始搞 传出就是张国伟自称一夜没睡 引起民航局 将张国伟列入调查有疲劳驾驶 或超过知情时间 但传出民航局要查的不止这一项 包含新宇客机转将过程 飞航操作是否符合SOP 以及日本塔台是否确实同意 起飞又取消 对于新宇航空物点民航局表示 要求新宇航空立即检讨改善 目前各项程序都在进行中 新宇航空则表示会全面检讨 接受指教 对旅客和社会大众致歉 而张国伟更宣布 来回机票全额推费 赔偿金额至少五百七十万来灭火 不过专家认为新宇 这次判断失准 也凸显只有三架A350的新宇 容不了一次犯错的空间 专家认为新宇航空航线扩展太快 建议等机队扩大有足够飞机和机组员应援 才能避免航班延误等事件重演 记者纵道 土耳其的总统和国会大选 将在下星期天登场 掌权长达二十年的现任总统 埃尔多安陷入苦战 而他的对手是左翼反对党领袖 基里达欧鲁 他甚至比埃尔多安还要大上五岁 但是打着民主的形象 受到年轻选民的支持 最新民调显示 他小幅领先 让埃尔多安面临从政以来 最艰巨的考验 而执政党接连受到大地震 和经济疲弱等致命打击 现在的地位是摇摇欲坠 埃尔多安最近只好 极力拉拢保守派选民 但是这样的做法 有如两面刃 同时也反映了选战 目前的激烈程度 土耳其左翼共和人民党 伊斯坦保市长伊玛莫鲁 正在为党魁吉里达欧鲁造势时 突然遭到攻击 伊玛莫鲁指控 执政党要求警察不要介入 从三月开始的民调 反对党候选人基里达欧鲁 一直呈现小福领先执政党候选人 现任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的状况 只有两次超过百分之五十 而根据五月八号的最新民调 基里达欧鲁的支持率为百分之四十七点四 爱尔多安则为百分之四十五点六 基里达欧鲁小胜百分之一点八 执政党正义发展党一向被视为右翼保守派 他抨击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和酷儿 在五月七号 史上最大有一百七十万道场的造势活动中 拉拢保守派选民 基里达欧鲁的造势场合也是热血沸腾 他对着选民大比爱心 土耳其总统大选民调 两方投票率几乎没超过百分之五十 战况持续胶着 但如果在五月十四号的选举 所有候选人的得票率还是没过半 那么第二轮投票将于五月二十八号举行 公事新闻沈陆佩编译 印度南部有一条河流的观光船 在星期天晚间在出海口翻覆 一半以上的乘客都不幸溺斃 至少有二十二人 当时现场的救援画面惊心动魄 发生翻覆的观光船只 在水中载夫载城 民众找来怪手帮忙 用绳索绑住船只 企图把船拉上岸 其他人在跳进水里查看 船里是否还有人受困 这起意外发生在印度南部 克拉拉邦城镇塔努尔 这艘载有三十几人到四十人的 双层观光船 七几天晚间七点左右 突然在一条河川靠近出海口处翻覆 许多民众在第一时间投入救灾 印度国家灾难部队 也在稍后赶到现场救援 警方指出发生意外的船只目前已经找到二十二具遗体 研判可能是超载才会发生事故 根据生还者的说法 当时很多乘客没有穿救生衣 当地官员则透露 多数受害者是儿童 他们趁着学校放假期间来坐船观光 没想到发生不幸 有媒体指出 死者中有十一人来自同一个甲族 船难发生后 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发文表示痛心 必将给予每位罹难者赔偿金 至于船只翻覆的确切原因 仍有待警方厘清 公司新闻在惠民编译 英国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 关盖云集 但是也有不少反对君主制度的民众 在场外示威抗议 警方总共逮捕了五十几人 穿着黄色的服装大吼着口号 民众高举着标语 抗议举行典礼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 在当地六号举行 场面围着高举着英国国旗的民众 激动庆祝七十年来首次加冕仪式 但反对君主制的组织 共和国成员 则是聚集游行路线旁进行抗议 一度还跟支持民众发声口交 最后警方以可能扰乱加冕游行为理由 在各个街头陆续逮捕抗议者共五十二人 并且在拘留将近十六小时之后 才释放抗议人士 这场典礼包括大英国协成员国 也就是由英国旧殖民地组成 包含五十六个独立国家 总共有两百多个国家共享胜举 有些国家至今还奉英国国王是国家元首 但不少国家民众却冷漠无感 这场典礼几乎所有王室成员都出席参与 但哈利王子却是单独一人出席 并且在典礼结束后不久就大车离开 而傍晚的加冕音乐会 也请来众多明星出席同欢 歌手凯蒂佩瑞穿着金色礼服登场现唱 好莱奥明星汤姆克尔斯 也录制了驾驶美军二战最有名的战机影片 邀请国王帮他的飞行伙伴 甚至连老牌歌星莱诺里奇也出席现身 让现场两万民众跟贵宾一包艳服 美国德州这几天相当的不平静 当地靠近墨西哥边界的一所移民中心附近 星期天出现了一辆汽车冲撞行人 至少有七人不幸死亡 而前一天在达拉斯也爆发了八人被杀害的 大规模枪击案 当场被击毙的枪手 现在被发现疑似为白人至上主义者 警方正在厘清他的犯案动机 事故现场物品散落一地 肇事车辆挡风玻璃已经全毁 美国德州跟墨西哥接壤的城镇布朗斯维尔 星期日发生汽车撞上大量行人的事故 当天上午八点多 一名男性驾驶开着休旅车 王毅所移民中心对面的公车站急驶 许多等车乘客闪避不及 惨招冲撞 离难者部分是移民 警方已逮捕肇事司机 指控他鲁莽驾驶 并同时调查驾驶是否涉嫌 故意冲撞 酒驾或是车辆失控 不过有目击者指出 嫌犯事前曾露骂受害者 布朗斯维尔与墨西哥接壤 多数拉丁美洲移民会从当地入境 美国 悲剧发生时间点刚好是 美国打算取消以防疫为由 拒绝或驱逐移民的第四十二条前夕 德州当局担心届时大量移民涌入 情势可能更紧绷 而就在冲撞事故前一天 德州达拉斯一间共务中心 才爆发大规模枪击案 导致包括枪手在内 至少九死九伤的悲剧 检调人员随后指出 枪手是一名三十三岁男性 他犯案时戴着徽章 以及先前在社群网站的发文 疑似跟白人至少主义有关 不过详细犯案动机仍带进一步调查 总统拜登则再次呼吁国会 通过枪支管制法案 禁止攻击性武器 大容量弹匣 实施背景调查等 不过如同报导 尽管民调显示 多数美国人支持背景调查 但参众两院仍无共识 通过可能性不高 公事新闻率您编译 今年疫情过后 中国民众掀起了海外旅游潮 其中又是以泰国最受欢迎 还有不少人顺便在泰国 买下了度假豪宅 来自上海的变先生 带着母亲来到曼谷赏屋 对这处位于19楼 有露天泳池的豪宅 似乎很满意 根据旅游网站的资料 泰国是中国民众 五一廉价出国旅游的首选 其次才是日本和韩国 不少前往泰国旅游的人 顺便看房买房 从事海外文化交流业务的变先生 这一天就看了三间房 有一个加分就是那里可以让我去度假 比较自由 比较方便出行 进出都很自由 来去也都很自由 环境生活也都很自由 这个自由是很重要的一点 变先生坦言 疫情期间被关怕了 所以到海外买房 自由是最大考量 泰国仲介业者也发现 疫情过后 中国买家的标的明显不同 在疫情之前的话 很多中国大陆的买家 他们主要以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标的 以投资为主 那因为这一类型的这个标的的话 它的这个投资回报比相对比较高一些 那在疫情之后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很多的中国买家 会比较多地选择这个高端的这种公寓 那相对来说的话 自住的这个比例也提高了很多 房仲说 这一波中国买家下手的房产 价位以200万人民币起跳 整合台币约886万左右 这个价位在中国一线城市 只能买到地点不太好的普通公寓 但在曼谷足以买下豪宅 除了价格诱人 泰国拥有优质的国际学校和医疗系统 也是吸引中国人前来制产的原因 泰国估计今年中国游客至少有五百万人 而他们选择买房的地点 集中在曼谷清迈巴达亚等大城市 有分析指出 中国富人热衷到海外制产 除了不同于国内的自由风气 也期待在类似疫情又爆发时 多一个安全的落脚处 同时避开国内的经济风险 公式新闻在会面编译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式新闻全球化 我是黄明明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明天再会